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今天这款游戏是 观众留言希望我介绍 但其实我本来就有安排要介绍了 只不过当时在做别款游戏 不小心把素材就一起删掉了 核心 利希特 在中国叫做代号23 目前还没有开服 补充个小知识 大部分中国版号申请中的游戏 上架前都会取个代号XX 或者projectXX来过渡 算是个老传统了 也因为目前版号审查严格 如果想开始营运的话 都只能先出海后返乡了 开发商是中国的雪座工作室 有其他的名称 像是第九工作室 犀牛工作室等 但实际母公司为中国的4399 就是我提到那间靠神木遗迹赚破亿的公司 他大概也没想到 这款在中国没版号也不热门的换皮游戏 居然在台港澳可以海削一波 而这间4399 我虽然提过蛮多次 但也没有细说过 简单来说就是一间 靠游戏杂货起家 误法盗版 同仁抄袭等作品 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也导致这公司 不是在被告 就是在被告的路上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他会想隐藏在背后的原因 毕竟本体名声不太好 而每次中国的游戏 开头都会有个必备的温馨提醒 抵制不良游戏 拒绝盗版游戏 看到总是显得格外讽刺 但背后的故事想并令人暖心吧 台湾代理是魔方数位 也是老朋友了 游戏玩法为卡牌养成加塔防 从玩法到美术画风上 都可以看到 未来战 皇室战争 未然档案 明日方舟等影子 有人觉得游戏剧情不错 但可能是没有戳到我 尤其我已经玩了第二次 简直痛苦自己 就没有特别留意了 UI界面的字体很正常 不会再破坏玩家视力 密绘画风方面 确实有一定水准 都蛮有特色 而且很多元 但我感觉也可能是 厂商想多方发展的企图 导致画风缺乏整体性 尤其放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明显 养成培养现阶段比较单纯 等级、命座、装备、技能 目前没有专务 这点上还算不错 有个类似术式的系统 会让我想到战双 主要可以生产资源 来接订单 并换取更多的培养资源 或者可以看角色卖萌 你可以操控他们走动 但不能跟场景互动这点蛮可惜的 只是我看到桌上 有一台仿佛switch的东西 不知道任天堂的法务部 准备出动了吗 战斗玩法是不算新颖的塔房 大致可以分为坦、输出、辅助 看战斗需求配置即可 前期教程中也会有提示 并不算太困难 缺点是从副草到的话 又要再看他打一次 不过因为资源光卡的体力 消耗也特别多 没特别课金的话 应该很快就能收完菜下线了 课金点不算多 手厨、大小月卡 材料礼包就差不多了 也不会弹广告 这点倒是舒服很多 如果想长期玩的话 资源规划好总没错 毕竟台服的福利是不会比陆服多的 因为游戏在开服首日发生沿上事件 我个人认为只是厂商的黑红行销策略 宣布说游戏内车这么多次 这公司也不是新手盐运了 可能不知道玩家的底线在哪里 反正只是把早准备好的糖撒下去 再靠后续的补偿跟活动来稳住口碑跟营收 也确实给厂商带来一波声量跟讨论度 但后续做不做此 就是另一回事了 结论 别人笑他被言上 他笑别人来上当 整体来说中规中矩 如果手边刚好缺款附油来收菜 倒还凑合 最后我将近期台版有上架 曾经介绍过的游戏 列出5月的营收给各位参考 看你是否也默默的贡献出一份力 有些因为开服天数的关系 营收偏低是很正常的 至于这隔月上架的游戏 就看这次的回想状况 下个月有机会再安排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